作为一个吃货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吃尽天下美食 想尽身间公布最悲剧的事情 莫过于在美丽面前 确实的胆战心惊 如与何必 公安部昨天公布的 十起肉制品犯罪案件 其中江苏的刑犯 从山东购物 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 将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 买来的病死猪肉 私自屠宰之后 一毛 报告从羊肉 交往江苏上海等地的 龙茂市场 暗值千余万言 这他妈也可以啊 是啊 这他妈也可以吧 而且什么 已经消除了一千多万 我没有听错吧 千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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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怒了 哥这次是真的怒了 看着自己被美味的羊肉 掏空的钱包 想着胃里 还有一些没有消化的身位 本来计划在明天 还要请一帮朋友们 去某个烧烤炭 大吃一动 我的肺头要被气占了 哦不 是被气得快吐出来了 爽吗 好吧 爽 因为除了说爽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对 还要感谢这帮狗日的 又一次帮我们提高了 自身的免疫力 升级之革命的稳钱 只有练就百度募金的 超强免疫力 我们才能坚强的面对 未来前不后期的黑心上架 以前有句俗话 挂着羊头卖狗肉 好歹活的人魔古妙 现在好了 变着挂着羊头卖鼠肉 我等都变成鼠辈了 这是要隔代三国时期 赵云的长满坏一战 一定要失色不少 因为他再也不能霸气 侧漏的大喊一声 而等鼠辈 速速过来受死 因为自己可能吃多了羊肉 就是个鼠辈 只是以这种方式 变成鼠辈 会不会太委屈 对不起 这首歌曲就叫 挂羊头卖鼠肉一样 已经完全走样了 应该换一首 为什么 做伤的都是我 为什么 受伤的总是我 答案很简单 犯罪成本太敌 值得黑心上架们去冒险 一旦问责 因为消失的覆盖面光 渠道多量又少 只要不此人最多管一段时间 罚罚款 教育教育 二十天后出来 又是一条利欲凶行的奸商 有人说这种黑心的上架们 就应该无弄亮大亮小 一旦发现 杀衣警百 看谁 还敢以身释法 好好好 好吗 我觉得不好 我们是上下五千年 文明古国 动不动就说 沙头有为孔吻之道 我觉得完全可以 效法金银笔下的 胡苏木龙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声就可以了 讲其关键监狱 每日三餐 都是属肉并压 也算是动动 有肉送道 也发扬光大了 人道主意 不用吃惊 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 向雷锋同志学习 对同志 要想冲天外温暖 对敌人 要想冲天外寒冷 你不给我温暖 我只好让你雪上家 今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上帝保佑 各种内涵 强调建议我们国家的 那些大导演们 以后是否也可以 拍一部电影 名字就叫做 上帝保佑 对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导演